如果你有社恐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部奥斯卡提名短片 洞穴 一只小兔子打算在这里安一个家 他量好尺寸画好图纸 对新家充满了期待 可没想这时 墙壁上突然探出一个脑袋 原来是一只土拨鼠 看到隔壁来了新的邻居 土拨鼠连忙上去打招呼 并拿出自己设计的图纸给他看 他的新家也马上就要完工了 看到邻居的新家设计得这么好 自己的却这么的简陋 兔子感到十分的自卑 而这时 另一面墙壁上又撞出一只老鼠 听到来了新的邻居 他也急忙地展示他的图纸 他的房子更加的豪华 四通八达 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兔子紧紧抱着图纸满是羞愧 因为他的设计根本拿不出手 邻居拿出笔想帮他改进一下 他却慌张地跑到角落 将图纸塞进了背包里 然后拿起铁锹向下挖去 可没想刚挖几下 就掉进了别人家里 这家人非但没有生气 还拿出刚烹饪好的食物来款待他 他却尴尬地夺梦而去 在门外辨认了一下方向后 继续往深处寻找合适的安家之地 却没想这一次又挖进了青蛙家里 尴尬地逃离后 又不慎挖到了西翼的家中 掉进了棗棚里 兔子赶紧捂着眼睛 却没想又来到了桑拿房 最后掉进了更衣室里 红子连打开门逃了出去 继续往下挖 没想到来到了蚂蚁家里 蚂蚁们举起酒杯欢迎 他却尴尬地挖出一个洞逃走了 为了避开这些邻居 他继续往深处挖去 几近反转 他掉进了一束宽敞的洞穴 铁锹也被他摔成了两段 他敲门想往邻居借一把新的 却没向里面传来恐怖的嘶吼声 吓得小徒子赶紧向下逃离 只见他越挖越深 越挖越深 周围已经变得一片漆黑 不知挖了多久 他终于停了下来 这里应该没有人打扰他了 他拿出图纸看了看 决定就在这里安家 可没想一场地下去 裂缝开始蔓延 静直接通向了地下河 看着河水顺着裂缝从孔洞漫出 他一下愣到了那里 下一秒河水清洗而出 他想用身体挡住 却发现不行 下面的裂缝还在不断地扩大 震动很快传到了邻居家中 如不赶紧想办法 后果将不堪设想 看着不断上涨的河水 兔子决定找邻居来帮忙 他拼命地往上爬去 然后敲开了那扇恐怖的大门 他将刚刚传的货 告诉了眼前的佑欢先生 然后绝望地瘫软在地 祈求大家的原谅 当得知地下河水即将淹没这里 佑欢立刻大吼一声 召集所有人过来 声音很快传到了各个邻居的家中 大家纷纷带着工具前来帮忙 在兔子的指引下 他们很快来到事发点将洞口堵住 然后挖出新的隧道 将河水引走 在大家的齐心协助下 地下河水成功被引到了附近的湖泊中 当所有人在庆祝胜利时 兔子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图纸 他一把叫住准备离开的邻居 希望他们可以帮忙改进一下 在大伙的帮助下 一份新的设计方案被做了出来 大伙一起帮他建造新的家园 新家不仅更豪华 而且所有邻居都连在一起 看着即将完工的新家 小兔子非常的开心 他将地面的信箱固定好 他也不再害怕与人交流 因为他已经成功 融进了这个大家庭力 有时候 我们会害怕未知的事物 这是人的本能 但是 不要让这种恐惧 阻碍你的成长 勇敢地去探索吧 去体验生活的各种可能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 比你想象的更加美好